锦衣之下路易睁睁地看着眼前神色淡然拿着自己外袍的惊吓 四十不解方才还毫不犹豫不让自己出府的人 此刻怎么转变如此吃快 大人不是还要进宫面见皇上吗 先起来吃晚饭再去吧 惊吓默默地为路易递上衣裳 路易又怎么舍得让大着肚子的他伺候自己 你休息下 我自己来 为理会路易的话 惊吓细细地为他系上外袍 沉闷道 大人忙着处理公务知识 切莫忘记林一先前的嘱咐 此刻 面前的姑娘懂事极了 甚至是懂事得令人心疼 虽然眼中尽是不仁与不舍 可却依旧云淡风轻地对着他说 你尽管去 注意身体便是 路易承认 此时自己的内心有些无法言喻了 私心里他是真不想看到他在自己面前强撑的一面 哪怕他闹一闹 自己放下脾气好好哄哄他 也好过现在的揪心 可是另一面来说 路易又是骄傲的 他的惊吓从来就不是不讲理之人 声明大义 他为他的夫人而骄傲 满心满眼视线都在惊吓身上的路易 眼间的贴见他有些湿润的眼角 这是委屈了吧 夫妻相生相伴 谁会想让自己的另一半处在不安的因素着 然而作为路易的夫人 惊吓明白自己不能自私地只想着自己 他的夫君还有更广阔的一片天需要支撑 路易不知道该怎么安抚他 只是轻轻地吻上眼前姑娘的眉眼 又一点一点的一致脸颊 再到唇半 像是描摹这一幅珍宝 小心至极 他没有加大一丝情欲 只是很单纯地想要惊吓知道 想要让他心安 自己会一直在 哪怕抽不开身有公务要外出处理 自己也会平安归来 二人在房中吃过饭后 命了人前来收拾碗筷 瞧着一身飞于腐的路易 大家都知道这意味着他又要外出办理公务去了 乖孙儿 你这是 虽是明白路易的身份 盖叔还是忍不住想要规劝几句 叔 大人还有公务在身 你让他去处理吧 惊吓打断了盖叔的牢道 他不知道别的锦衣卫夫人都是怎么看待自己夫君的这差事 但他知道 自己既然选择了路易 即便不能站在他身旁并肩作战 也应该是背后支持他的 外面天凉了 你好好在屋里别到处吹风 以免受凉 我很快就回来了 路易出门前 心情复杂地对着惊吓叮嘱着 惊吓扬起一抹笑容 点了点头 大夫门口看不到路易的身影后 脸上那抹笑容瞬间变得苦涩难言 不想让大家担忧自己 故作调侃 这大人回来跟没回来好像没啥区别 我得去把孩子那深浅蓝色的衣裳做完 那我来帮你一起 灵灵温柔地想要帮他一起完成 惊吓马上摆摆手 不不不 我自己来就行 咦 你还是尽快寻找一下大人身上的解读之法 嘴巴早已快过脑子 将心中的想法脱口而出了的惊吓 倒是有嘶嘶的不好意思 文言的玲玲反而笑了 这才是那个心系路易的侄女 行 我这就去 肯定尽快把我们家惊吓夫君身上的毒给解除了 面对玲玲的打趣 该叔和原母自然知道这是在缓解惊吓的情绪 皆是一脸好笑地看着她 哎呀 咦 你又笑话我 怎么是笑话你呢 难不成你不想替路易解毒 是我误解了 惊吓念如了一下 坦然地说道 好吧 我承认自己就是这么想的 还请您以尽快帮大人寻找解读之法财事 彭恕自己现在是路易明媚正娶的夫人 担心她 关心她都是应该的 有什么好害羞的 惊吓这般自我安慰着 也就不觉得有什么可不好意思了 这香 来到皇宫之中的路易 恭敬地对皇上叫来御医为自己诊治 已是道了谢 也对自己昨晚的不告而别表示了谦意 就静静地立在一旁等待皇上的发话 路易脸色的苍白还是肉眼可见 都说皇上爱民如此 当真是不是如此 那就要另说了 皇上为路易诊治也好 对他的关怀也好 无疑不是因为路易现在对于年迈的他而言 还有所用途罢了 陆倩是 大可不必客气 你为救下属终一成百姓而受伤 诚如其往所言也理应加赏 御医诊治更是理所应当之事 皇上笑呵呵地说 随即还换来身策的礼方 当场赏赐了路易黄金一万两 路易照例是恭敬地谢过 只等着皇上下一步地吩咐 未曾料想 皇上什么都没安排 只是嘱咐他好好养伤要紧 还特地安排了半个月的假期给路易 就打发他回府了 路易心中虽然有着不少的疑惑 不过圣亦难以揣测 自己照办便是 如此一来 自己倒是多了时间 可以好好陪陪家里的运气 也不是为好事一桩了